兽王真是烦死了 人类总给他上宫美女 他实在是不想要 因为大臣总是逼他吃掉美女 否则就对人类开战 兽王为了世界和平 只好无奈地抓起刚上宫的女孩 想装个样子吓吓她 谁知女孩不仅不怕 还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兽王见状也没有为难她 只是将其带回了寝宫 等待祭祀之夜的到来 可女孩却并不安分 总是偷偷溜出寝宫 兽王担心手下将其杀死 急忙将她抓了回来 但女孩仍旧不以为意 调侃着寝宫要是有花就好了 气得兽王勃然大怒 抬手便掐住了女孩的脖子 警告他再瞎说就杀死他 不想女孩却说这才不是杀气 原来他从小就被收养 只为代替养母的女儿去做祭品 当他无意间听到真相后 养母的眼神才是真的可怕 而兽王虽然表面凶残 但眼神却是无比温柔 肯定是有原因让您强迫自己了 兽王瞬间被女孩戳中了内心 越发迷恋这个不一样的祭品 于是决定实现女孩的愿望 将他带去了兽王国唯一开花的地方 而女孩也没有止步自己 上来就给兽王做了个花环王冠 希望他也能卸下伪装放松一下 兽王听后情不自禁地走向女孩 真希望可以永远和他在一起 但献祭仪式还是来了 女孩被大臣送进了祭坛 谁知不服兽王的激进台 竟然在祭坛埋伏了刺客 他要杀掉女孩并伪装成祭品 好借此暗杀兽王 眼看刺客就要得手 一个帅哥却突然出现 他替女孩挡住了匕首 并凭借强大的实力夺过了冰院 直接吓得刺客扭头逃跑 帅哥见状便想悄悄离开 可女孩却认出他就是兽王 当即拦住了他 但兽王却不愿承认 因为他是人类和兽族的混血 每当祭祀之夜就会变回人形 只能躲在地下瑟瑟发抖 可女孩却毫不介意 始终坚信兽王才是真正的王者 因为他看见了帝宫的暗道 兽王定是借此放走了所有的祭品 女孩耐心地为兽王包扎伤口 并直言相较于逃回人类社会 自己更愿意成为兽王的食物 兽王听后终于不再压抑自己 紧紧地抱住了女孩 并在恢复了兽王形态后 直接当着重大臣的面 宣布要娶女孩为妻 从此一人一兽走向了幸福生活